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目前知道的是在骑山这边又有一个最新的土石流等等会带你来看一些最新的画面 而昨天看到花莲这一个上面的铁皮下来之后敲到女儿墙 女儿墙掉下来之后砸中了一车造成一死一重伤之外 高雄其实在24号也有一位70几岁的老太太 她当时是骑车经过凤山一个路口的时候被路数给压到 结果最后是伤重不治 大家开始在讲了说这一次在南台湾 其实之前就有非常多的气象专家都一直在提醒 这个西南气流的回房绝对要小心 今天确实在南台湾这边水淹一片 但您来看到的是当年 当年我们的麦麦市长还是行政院的副院长 他怎么讲的 他说做好防灾比较重要 那个时候高雄市长是韩国瑜 当年的这一句话说要超前部署 现在就要来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当年讲的 现在都有办法让在自己的手上给他守住 毕竟当年的行政院长苏张将也提公平很公平 你如果做得好就不会淹水 人做得好就不会淹水 做不好就会淹水 这句话现在放在如今来看 是不是又会让大家有不同的感想 原因是因为我们都不希望有天灾 但是今天在高雄看到这些场景 确实让大家觉得说高雄的同胞们辛苦了 但您来看到是高雄有一栋大楼 说才刚刚落成而已 但是水来得太急了 所以当他们要开始要放上防水闸的时候 这个水已经来不及 灌到了地下室 所有的住户全部 撒清雷 口清雷 雨衣穿了 赶快先救一下 原因是因为爱车通通都在地下室 另一个地方是在大赦 大赦的水也淹得蛮严重的 而这些画面让人家看到之后 就更觉得说真的是辛苦了 原因是因为你看这一台机车 它就这样被水冲走 你会问它的主人呢 它的主人在后头很无奈 因为它走不快 水真的太湍急了 它只能慢慢的往前走 希望把自己的爱车给捞回来 那一个爱车的主人可能根本 就还没有办法去救车 因为它的这辆白色的车子呢 就在水中变成了飘飘车 自动飘移 甚至呢在田辽这边的状况是什么 是家里整间 全家都灭顶了 你看这个红砖瓦在这边 整间都灭顶 说水事件呢都烟 越世界烟成了水世界一般 人舞这边也没有比较好 水烟及腰变成了游泳池 警方赶紧拉起了封锁线 不要让外面的人或者车 再进到里头来 甚至呢在网络上面 大家每一次都看到 很无奈啦 真的无奈 好 只能够呢 这彼此之间呢 互相打气说 哎呀 又当初是 你孙卖卖市长的时候 有看到这个砍棒吗 他说同心打拼水高雄 这下还真的是 说到做到的水高雄 好 不只是这几个案例 在刚刚告诉您的是 最新的一个消息 这个呢 是在这个钢山这边 好 钢山这里呢 说因为真的是 即时的食欲量太大了 所以呢 西已经议题了 至少有十台车 就在旁边这一边 近乎灭顶 而另一个步方呢 则是在岐山 岐山呢 发生了土石流冲进民宅 目前传出来的是 妻子受伤 但是他的先生呢 是不幸因此赏命 这一些都是在今天 一整天的时间之内发生的 大家呢 当然就想问问 父母官 陈其迈 他确实坐证在中间 好 可是问题是 中午的时候还有提到 说呢 目前灾情获报是200件左右 多半呢 都是路数倒塌 积淹水 而且多数已经排除 希望大家尽量减少出门 但大家要问的是 持续的灾情还在发生当中 不知道卖卖市长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听到 大家也想问的是 当年拿到最多补助预算 好 前瞻预算 致水预算189亿的高雄 现在应该这样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来赶紧事后的补救 或者是去检讨 先前发生什么事情 来 首先请教一下亮哥 高雄人 令刀老家还好吗 现在状况怎么样 老家是还好 因为建物主要还是第四 因为它在比较高的地方 真的非常惨 因为我看400公里降雨量 以上的地方 高雄大概占了四分之一 就是列出几个点 全台湾的统计 400公里以上 高雄 屏东 还有南投 特严重 还有嘉义 都特严重 这个如果是瞬间雨量 真的就是考验你城市的建设了 就是这个当然就是 瞬间雨量坦白讲一定有灾情 只是说隔了一两个小时之后 能不能排走 如果雨都一直不停 那你真的就是 真的是无能为力了 就是高雄 我的感觉就是它是连续暴雨 就是雨都没有停 你看台北跟桃园 相对为什么 因为我的亲戚都住在高雄 是 因为我一早就收到高雄一大堆照片 都是水淹的镜头 摩托车也在飘 交车也在飘 台北就不是这样的镜头 台北市风灾 风大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很多路数被吹倒 台北市现在统计大概有6000棵路数 被吹倒 可是我们就没有看到台北有连续下雨 我觉得台北市只要不是连续下雨 基本上这个排水系统是逐一把它排掉 可是高雄市坦白说 它就联动到高雄县的建设 这个我坦白说 我也在网路上看到一堆 南部乡亲在讲 就是这个恐怕是要累积非常多年 那很难说是哪一个市长负责 总之你要日积月累积上照 不断的投入这样的排水 因为陈驱只做了一部分 陈驱有做自洪池 这个我们都知道 可是还是不够 就是没有办法 我甚至看到爱河的水也外溢 这个实在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弄 然后陈驱迈后来 我就看到他在呼吁 呼吁市民没有必要不要外出 因为你已经不知道 你出去会发生什么事了 你可能那个车子就堵住 或者如果有那个地下道是要穿越 高雄蛮多这种地方 对 你进去不是 看不到里面抵在哪里 你不知道在哪里 那里车子不是出不来 所以真的是不可想象 不可想象 所以我当然就是希望 大家还是请相关的专家 来做评估 就是这次高雄到底 其实也不只高雄 应该其他地方也有 比如说屏东 还有部分的南投地区 高雄市因为陈驱迈也做了 至少市区内 因为这一次是 我的感觉是全市区都在淹水 我本来以为是三明区 左南那边比较严重 比较低一点的地方 结果就发现好像不是这样 因为我的亲戚大部分都住在前镇 南子 林雅这一带 前镇林雅这一带稍微高一点 所以可能受灾就少了 可是左南 三明区 古山那一带 那实在太严重了 实在太严重了 实在也不知道要从何旧起 那就是可能就是高雄市 就要注意 有一些地方 就是要做一些防灾的准备 比如说要垫高 或者抽水机 方方面面 我不是专家 我不敢乱建议 不过我是觉得这次给我一个感觉 我觉得我们那个台北市 就联动到所有金融机构都要休假 我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你台北市不上班 金融机构就不上班 我坦白说 这两天美股都大跌 如果今天再跌 那你礼拜五开盘 岂不是一堆人就断头了 如果你是做多 那你起货可能都断头 那有一些贸易公司 外国还是在营业 那你如果要汇款怎么办 或者是要接单 我觉得很少国家会这样搞 说台北市只要一放台风价 所有的行业都放价 这个我实在难以想象 你至少要留住网路的部分 比如说金融交易 网路应该要继续可以运作 贸易接单 网路要继续可以运作 这只要维持这个基本量 不然我真的难以想象 像我们这样 因为初估 你休一天大概 要整个台湾就亏损 接近200亿 那我们不要讲绝对数字 因为有些公司是在家里上班 那表示人家有准备 可以在家上班 可是金融业 金融业这种交易的平台 还是要公司提供 所以我真的觉得金广汇 还有我们经济部 就是还是要去思考 金融的网路平台 跟贸易的网路平台 如何在台风架的时候 维持运作 其实在这一次的南北 确实就是两样情 在北部这个部分 风势是真的蛮大 早上我们出门上班的时候 那个风 风切也是蛮可怕的 你会往前走 你会发现你有一点逗退路 没办法前进 可是问题是来到了高雄 请教一下宾哥 因为我们从去年 某一次的大雨当中 我记得是大概六七月的时候 一个大雨 然后就发现说 下大雨的时候 好像高雄市区里面 就会有一些小烟水 当然这一次的状况 更惨 原因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湿雨量 确实就是大 然后所有的制洪池也都满了 刚好又遇上了大潮 所以那个整个水 就真的是汪洋一片 这一次其实有很多气象专家 事先已经先提醒了 西南气流 西南气流 但是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 建议政府 或是跟政府呼吁 怎么样能够来帮忙 毕竟极端气候这个状态 我们大家都不想要见到 其实我老实讲 如果24小时破千公里的雨量 然后再加上侍逢大潮 我想我们做什么设施都挡不住了 他一定会淹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可是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 这一次高雄雨量高的地方 其实大部分是在山区 甚至有的很夸张 那不是24小时 13个小时就八九百公里的雨量 那个谁也没有办法 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标准了 所以那个就没有办法 只能说请那边的居民 尽量不要住在低洼的地方 大概就只能这样 但是市区这一次 连美术馆那边就整个淹成一条河了 豪才区 市区的雨量其实没有大到那个程度 那特别是市区本来也不应该 有让居民有淹水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市区这个地方 你就要重新去评估 因为未来极端气候是越来越严重 那是不是你那边的排水系数要拉得更高 你可能每小时要80公里 甚至100公里以上你才能够应付未来这种局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台风完之后 一定有西南气流一定会淹水 那可是问题是你这不需要专家提醒 而是我的县城的硬体设施 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那请问怎么办 我也知道要防但防不住 就好像你们看到这个新建大楼三年 结果它那个挡水闸挡不住 然后结果人去挡 人去挡有用吗 根本不可能有用 那只是因为自己的爱车在下面很心疼 所以就 真的很痛 对 真的很痛 你眼睁睁看了你没办法救 可是问题你 其实我相信在那边挡的这些民众也知道 他根本不可能挡 谁你怎么挡得住根本挡不住 那这就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彻底去检讨 那过去这几年老实讲 高雄得到的中央预算是特别多的 那如果这样都还不够的话 一定是有哪一些地方还没有预想到 那就要赶快去加强 我知道这两天很多人在那边酸言酸语 说高雄怎么样 高雄怎么样 说你们过去不是嘲笑台北吗 那当然这是因为有些人嘴贱 比如说像苏贞昌嘴就很贱 就是这样子 那苏贞昌你自己在台北县的时候 没淹过水吗 你在屏东县的时候没淹过水吗 你都淹过 那陈其迈为什么这次被人家提出来 因为上一次台北在下雨的时候 在淹水的时候 陈其迈在那边讲说 你们不要去告诉北部人 我们高雄天气好好 那你喜欢酸别人 所以叫人家酸你刚好而已 但是我必须说 遇到这种灾难的时候 大家也真的不要互相酸来酸去 有的时候留点口德 比如说花莲这个东西 当然一开始可能是记者误报 说一家三口出游 结果一大堆人在幸灾乐祸 讲说你们活该 台风天要出来玩 结果人家是社工去接护理师的太太下班 然后就不幸被砸中 这个你要怎么讲 他也不是围庭 他是刚好经过那个地方 是 所以我觉得拜托你们这些酸民 有一点最基本做人的同理心 好不好 不要老去讲这些有的没的 那灾害是未来 我只能跟大家讲 根据所有的气象专家的估计 未来地球的极端气候 是越来越频繁 所以以后台湾暴雨 气温忽高忽低 各种灾难的状况 可能都会出现 所以我们的政府 应该大家要不分党派捐气成件 赶快针对每一个城市的安全叙述 重新做评估 该花钱该建设的地方 就是要赶快去做 请教一下维翰哥怎么看 我一个简单的数据 给各位观众朋友了解 就是当六都 特别是台北市 每一个小时如果下65毫米以上的话 就有可能会淹水了 因为它的排水系统 没有办法应付 台北尚且如此 其他各县市的排水系统 可能没有更好 所以我们就用60到65来算 这张图是今天凌晨12点 到现在目前下午3点半 最新的状况 所以只有15个小时 各位观众朋友 15个小时 你看这个白白粉红色 这一块是什么意思 就是从南投 然后到这个 就是云林嘉义的山区 台南以及 整个高雄跟屏东 都15个小时 已经下超过300毫米以上 一个小时 如果下超过60到65 就会淹 现在目前这15小时 都超过300 但不止300 有一些地方 高雄现在目前统计 400多了 对 美农跟钢山 还有燕潮 都有一个小时超过100 我刚才一个小时 60你就要淹了 所以超过100 这个地方一定淹 所以现在为什么高雄 看起来特别惨 就是因为它超过 然后今天高雄很多地方 是一天都超过500 然后从7月23到现在 两天半的时间超过1000 所以这个雨量 其实到哪里都会淹 我们先这样讲 刚刚平哥讲的没错 但是你以前看到别人 淹你没淹的时候 你就点点 现在换你淹的时候 我是不会这样讲 可是孙明这样讲 你就认了吧 因为网络上总是有各种意见 第二个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影片 是因为有民众拍 那有拍了才出来 那高雄特别多 不是只有说只有在高雄 再看一次这张图 我一看整个南投都是 现在目前整个南投的山区 还有嘉义的山区 它可能我们现在 还没有采访到而已 如果它的雨量 也已经一天超过500 一个小时超过100的话 它现在可能都已经 还有包含花莲的部分 它的松洞有土石 经过地震以后的都很危险 所以我们要知道 在每次台风来的时候 大家关心的就是那个 就是卫星云土 它有多大 然后看到它的外围环流到哪里 不是这样看的 因为它会吹到哪里 确实它的风量或是这样 可是等它离开了以后 所带来的外围环流 会造成的影响 这一次 其实这一次的台风 原本是走在更北一点 它是往南 从宜兰进 从桃园新屋出了 如果它在更北一点的话 北台湾其实会很严重 因为我们北台湾的 这个桃竹苗 还有这个北北 它所受到的这样子的 雨量所带来的 就会更严重 这是反而北台湾没有 是因为它往下修了一点点 但不管怎么样 雨量这么大的时候 一定都会淹 不管是谁执政都一样 但是现在谁执政的 现在像南台湾 台南跟高雄 就是民进行执政 所以民众会抱怨说 为什么我们家淹水 是因为雨很大 可是这个限制首长 它也要做好后续的 包含了退水了以后 还有一些淤积 可能造成的一些工位的问题 都要好好的处理 方灾问题 而且现在天气这么样的热 后续你能不能把所有的水 都清出来 现在也会担心后续 因为通常啦 剧本之前的新闻的经验 就是说后续害怕 会有灯隔热等等的问题 这些其实都需要父母观 地方的这些父母观 赶紧加紧了 我们先进广告 等等回来继续说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